JUDER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跑一個回圈 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本來是用Current跟Row函數 Current函數跟Row函數 這兩個函數 把JUDER的函數做出來 其實你只要做一個之後呢 向右向下 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OK 那這個函數 Current跟Row函數 未來其實還蠻重要的 蠻多地方 可能會跟什麼搭配呢 跟那個像INDEX INDRAT 這些函數會搭配 後面還會再講到 另外的話呢 99乘法表的VBA 不過這個是補充的 額外補充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 就是會跑兩個回圈 For I for J I指的是列 J指的是藍 OK 那總共有1到9藍 所以我們1到9 然後分別把我們需要的 字串給串接起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後面還有幾個練習題 所以上個 上禮拜的部分是 檢視與參照函數 下拉 那在今天的話也許請各位 再切到那個 我們綜合練習的第二題 OK 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那個 Juzenphile之後的話 檢視與參照還有哪一些 範例題 那今天的話 我們 再來後面兩週是你們的綜合練習 所以今天我們會把那個 檢視與參照函數 先告個段落 不過檢視與參照後面 還有蠻多的那個練習題 那有時間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自己再練習過 那今天的話 接著來看那個 綜合練習的第二題部分 首先呢 請各位 一樣切到那個 檢視與參照練習的 最 最右邊的那個 綜合練習的第二 那題目在這裡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是 裡面需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的題目不在這裡 題目的話請各位 再到範例檔裡面 開啟這個 在那個綜合練習題的上面 會有一個 這個的上面有一個叫什麼 綜合練習題的那個 股票配股稅率統計表 請各位把這題打開 那這個是練習檔 那題目檔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那個 我們原來的這個 檢視與參照函數的裡面 所以這兩個是分開的 所以請各位 額外再開啟這個 這個練習題 把題目檔在這裡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這個是一個圖檔 或者你可以把這個圖檔 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到那個 那個 那個練習題裡面 這邊也可以 也許你可以把它 貼到 這個綜合練習的 這個下面也可以 那首先的話 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我大概快 大家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這一題呢 這個股票的配股稅率統計表 那這一題呢 基本上呢 主要第一個就是 要定義名稱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裡面有很多公式 它要我們做出什麼呢 裡面比如說要算出 像底下 這邊練習題裡面有那個 分配到的股數 要分配多少股數的話 其實是從配股數量表 可以 查詢的到 那 配多少股數是由業績去決定的 所以如果是 50萬 0到50萬的話 是配1萬股 然後 500萬 500萬 500萬到1000萬的話 是25000股 不一種類推 那這個部分 是要查表的 那我們要怎麼 做完這一題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請各位先 切到那個公式 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其實這一題主要呢 第一個要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的話呢 這個在公式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 你先打開一下 那你會看到 他已經幫我 定義好 這麼多名稱 這些名稱的話 我是建議 乾脆先把它 全部刪掉好了 我們重新再定義好了 因為 有一些你有定義 有些沒定義 你會搞不清楚 到底哪些有定義 那乾脆重新來過 我們把它全部清空好了 我們全部重來 重新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的好處 就是將來 你可以用F3 按下F3 他會自重 調出那個 那個資料表給你 那你以後的話 就不用去選取了 所以他會對應 一個名稱 對應一個範圍 一個名稱 對應一個範圍 OK喔 所以呢 首先的話呢 他要定義哪些名稱呢 總共會有12個名稱喔 第一個名稱的話呢 是發行股數 發行這麼多股數 那我怎麼定義名稱比較快 一般理論上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選哪一個範圍 一個儲存格也可以 在他的左上角 這個視窗裡面 輸入名稱喔 比如說總發行股數 你打在這裡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話 因為你要打字吧 你可以複製前面貼過去 或者另外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游標放C1 找到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按下定義名稱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按定義名稱的好處是什麼 他會自動幫你把前面這個名稱 幫你帶過來 這樣的話呢 其實好處是 你可以審打很多字 要不然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打字 不過我覺得打字 在這邊好像定義名稱比較快一點 按個確定 第一個 總發行股數 就是這一個 那分配盈餘的話呢 就是這一個 所以一樣優標放這裡 定義名稱一下 OK 那就把這個名稱 這個範圍 G1呢 就是分配盈餘 OK 兩個名稱了 再來的話呢 股東姓名就下面這個範圍 原有股數就下面這個範圍 那總共這邊有八個欄位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定義八個名稱的話 那如果用剛剛的方法 你可能要做八次啦 不過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一 請你游標放A3 Ctrl Ships向右 Ctrl Ships向右 然後Ctrl Ships再向下 意思就是說呢 把這個整個範圍都選起來 那選起來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定義名稱 它可以 在公式裡面有一個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有一個選項 你要建立的名稱 名稱在哪裡 在頂端列 有沒有 上面頂端列是名稱 下面就是它的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呢 最快的方法 可以從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記得頂端列打勾就好 最左藍不要打勾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呢 它可以一次幫我產生八個名稱 也就是它的名稱上面呢 就是名稱來源 下面就是它的範圍 這樣最快啦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定義多藍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最快 八藍、十藍、二十藍都可以啦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你可以再看一下名稱管理員 目前的話應該就會產生有兩個加八個 十個名稱啦 第一個是股東姓名 你可以看到股東姓名 它對應到的範圍就在下面這個 那你游標如果放在下面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我 有一個虛線 你可以找到這個範圍沒錯 其他都一樣 依此類推 所以我們定義好總共有十個名稱之後 另外呢 將來要查表 所以有個配股數量表 那配股數量表呢 其實就是指的是A2到C7這個範圍 不包含哪個名稱喔 那這個範圍叫配股數量表 那其實當然你字可以打在這裡啦 最聰明的辦法是這邊點兩下 C-C一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嘛 不然你還要自己打那五個字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A2到C7怎麼樣 選起來 在它的左上角點一下喔 C-V貼上 那意思是說這個範圍 它就叫做配股數量表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貼上之後記得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貼上之後就離開了 那就沒有建立啦 等於是只有貼上而已 Enter 配股數量表就出來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建立成功啦 要不就是從那個名稱管理員裡面看到 配股數量表 這邊有 配股數量表 然後它點下面這邊 欸這個有了 它幫我框起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這個放來框起來喔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左上角的那個視窗 欸它也會出現嘛 如果你把這個放來框起來 看這裡 它的名稱也會顯示出來 那以後的話呢 按F3 它 找到配股數量表就等於 就等於是對應到這個範圍就對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不用再選了 你只要用F3就可以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稅率表 那稅率表跟配股數量表呢 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 那個 配股數量表的欄位名稱在上面 這個是比較一般的 一般欄位名稱在上面 可是還有一種情況呢 像稅率表 它的藍位名稱呢 是在左邊 水平的喔 剛剛是垂直的喔 有沒有 上面到下面 不過呢 比較常見當然是 那個 配股數量表這種方式啦 不過它也有稅率表在左邊 所以如果說在左邊的話 記得喔 一樣啦 我們一樣把這個定義名稱 藍位名稱不選到 從B1 一直選圓圓圓選到E3 那這個名稱叫 稅率表 所以請你把這個稅率表點兩下 下面這個名稱喔 Ctrl C 然後再來把這個B1到C1 3的範圍呢 把它選起來 貼上一下 一樣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定義好了 有12個範圍了 OK 剛剛有上面兩個碼 下面8個 再加這兩個 12個 那這12個的話 如果說我要按照題目要求 所以剛剛題目有提到幾個問題啦 實際上就是把D欄到H欄的這個結果呢 分別把它做完就對了 可是這幾個問題喔 裡面的公式呢 你可以看一下喔 它沒有放在一起啦 是放在另外一個 那個我們的另外一個檔案裡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Ctrl C 或者你乾脆切來切去啦 裡面的話呢 把它貼到 我看把它貼到下面這邊好像比較方便一些 貼上 然後它是透明的啦 不過有個方法 我記得好像這邊格式吧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好像可以改一下 改成這樣子 改成後面不要是透明的 好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分配股數 分配股數呢 題目裡面是要叫我們做什麼 以業績喔 OK 搜尋什麼呢 配股數量表 然後呢 就把它的配股數給抓回來 意思就是說喔 我的業績在哪 業績在這裡 他現在這個人呢 楊小涵他是 1450萬股 那他應該配多少股呢 是根據這個業績裡面的這邊 1000到2000 所以他要配35000股 所以啊 當然如果說 你今天用土白煉鋼來做的話 你變成要眼睛去比對啊 那不合理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可能要用什麼 用 查表啊 查表的話呢 我們 就可以用什麼了 用哪個函數呢 其實基本上喔 可以用那個 最重要那個嘛 用到最多啦 V個函數啦 OK 啊特別說 V指的是那個 Vertical 指的是垂直的喔 也就是如果你縱向喔 藍位名稱在上面 那就用V個函數 如果呢 你的藍位名稱在左邊的話呢 那就不用了 不能用V喔 是垂直的嘛 Vertical 那你就只能用水平的 水平的 就HLOOKUP H的話呢 是HONIRONTO啦 是水平的喔 OK 所以HLOOKUP跟V盤數啊 你可能要取決於什麼 你的那個 排列的順序喔 OK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啊 應該怎麼配呢 第一個 配股數量表裡面 是以萬元為單位 那 它原來的股數 沒有 以各位 就是沒有萬元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去查的話 第一個 查入函數 找到呢 我的檢視與參照 到最下面一個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VILO函數喔 那 我要查什麼 它問你說 你要查Lugan Value Lugan Value 指的是 你要查詢什麼東西啊 那我要查它的業績 因為從業績裡面呢 可以查到它 應該配多少股份啦 它是三萬五千股 不過我們剛剛用眼睛看的 可是我們未來 當然不能用眼睛看 用什麼 用函數幫我們解決 所以給它業績 但是業績過來的話 一千 一千四百五十萬喔 那後面那個對照表裡面 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呢 再把它除以多少呢 除以萬 有沒有 除以 一萬 它這個時候的話 後面就是一千四百五十 那Table Arrays 你要找的那個對照表在哪裡啊 F3 我剛剛講過嘛 就是配股數量表 按個確定 好 以夜期 在配股數量表查一下 那當然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F3之後 你可以游標再點一下配股數量表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幫你切到配股數量表裡面 那你可以去看後面兩個問題 後面還有兩個問題喔 欸 它會問你說 那我幫你查一定是查第一欄 所以一千四百五十萬 它會幫你查 欸 這個 不是 這個 再下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比對方式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不能用0 0的話是要完全一樣 一千四百五 可是這裡面沒有 所以你必須要找接近的 那找接近的話呢 Range Lookout 你就直接填上1就可以啦 1的話找接近 再來的話呢 配股數量表裡面 你查第一欄 可是你要帶回來 第幾欄呢 1 2 3 所以記得喔 這邊輸入3就可以了 那它會幫你怎麼樣 比對喔 一千四百五對不對 假設你給它一個 一千四百五的業績 那它就幫你查第一欄 這邊查 那查的話 因為是1的關係 所以它找接近的 接近接近接近 欸 哪個最接近呢 基本上是一千四百五十萬 最接近一千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找接近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則 可是它說明裡面講喔 找接近的但不大於喔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是一千九百五十萬的話 它還是找到一千萬 它不會找到兩千萬 OK 雖然兩千萬比較近 可是它會找比較小的 不會找比較大的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那個1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意思指的是找接近的喔 但不大於喔 所以即便這個數字是一千九百五十萬好了 感覺上一千九百五十萬跟哪個最近呢 跟兩千萬最近 但是它還是找到一千萬喔 就是 找最接近的但是不大於喔 OK 如果大於它的話 兩千萬大於它 它還是不會找到 它還是找一千萬喔 OK 這個概念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OK 好 那我們已經查完之後的話 然後把這個數字填上去 按個確定它幫我找到了 怎麼知道有沒有找到正確啦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有個 三萬五 三萬五就出來了 表示應該OK了 那我們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其它就向下填滿就OK了 不過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剛剛Viva函數呢 剛剛這個C4呢 除了可以用點的之外喔 這邊C4有沒有 我剛剛是用點的C4喔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F3 你也可以直接指定 這個 我們剛剛把這個欄定義成業績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邊改成業績 這樣也可以喔 OK 它會自動抓業績的 你現在指的同一列裡面的這個資料 幫你帶過來 也是1450 有沒有OK 所以兩個方法都OK喔 所以這個我們先用剛剛C4好了 將來等一下我再改其他 按確定向下填滿 OK 那第一個我就完成的那個分配股數 那其他還有什麼現金鼓勵啦 現金鼓勵的話指的是什麼呢 現金鼓勵呢是 原來有的股數 加分配到的股數 總和除以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分配盈餘 哇 你光看到這一串東西喔 你就頭暈了 不過呢 如果因為我們定義名稱的嘛 所以喔 那未來呢 如果你定義名稱的話 有個好處 就是用F3代出就好了 那你代出的話 你直接怎麼樣 像剛剛這個地方喔 其實就公式等於什麼 原來有的股數 與的話就相加 分配到的股數 除以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分配盈餘 其實你就把這個 運算符號加在中間 答案就出來了喔 那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喔 現金鼓勵喔 等於 F3 原來它有的股數 加上F3 它分配到的股數 那因為要先加 所以先外面要包個瓜糊 總和除以什麼呢 總發行股數 總發行股數在下面 這邊 所以先把這個 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 分配盈餘 所以F3 分配盈餘 好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敘述怎麼樣 重新再用F3啦 這個好處我會發 你會發現啦 以後如果用這種方法 自己看的時候覺得 還蠻舒服的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 一堆東西 而且你可能還要想到哪些 要不要鎖定 如果沒有鎖 鎖不對喔 就又錯了 但是用名稱呢 第一個 清晰明白 第二個的話呢 不用鎖定 不用管哪一個要鎖 哪一個不用鎖 OK 這樣就完成囉 再來還有一點喔 就是如果將來跟VBA 做串接的話 這個名稱呢 直接把公式貼上去就可以了 VBA什麼地方都不用趕 OK 名稱 定義名稱跟VBA 完全搭配喔 搭配得非常好 OK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了之後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結果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名稱定義好之後 你會發現喔 這個好處多多啦 以後的話呢 所以我建議啊 以後如果你的工作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範圍 我建議喔 先把它定義名稱再來做 以後配合F3 像我看到很多人的那個資料 給我的我看都頭暈了 因為它全部都是這邊引用 然後又跨很多工 就是跨不同工作表 帶過來資料 亂七八 我光看我都不知道 把它切來繼續看來看下去 哇 真的很累 但如果給個名稱的話 那我就很清楚了 而且我可以F3 我就知道說那個是什麼意思 在哪裡的話 也蠻好管理啦 因為以後的話 你可以切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名稱 那名稱所對應到的範圍這邊也會顯示 所以特別注意啊 這個部分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那個什麼 第五個那個就是 減稅沾到範例裡面的 股票的配股算法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稅率 扣稅後的現金股利 跟那個 那個什麼 現持有的股數排名 最後當然還會跟VBA串連 我剛講過 如果跟VBA串連 這邊要一鍵完成 非常簡單 名稱的話 直接把公司貼上去就好了 什麼地方都不用改 所以以後名稱配合VBA 當然是最方便的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把這一題先練習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還有FGH